请来天窗也不晚了 也不早 哈哈哈哈 可乐姐姐玩玩具 哈哈哈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乐姐姐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小草莓 哇 这个房子好大呀 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呢 草莓魔法变变盾 哦 竟然是森贝尔一家呀 我要给他们各取个名字吧 他叫森贝尔 这个是他的弟弟 森森 这是森贝尔的爸爸 森贝尔的妈妈 我们和森贝尔一家 和这种新房子 会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呢 记得一定要往下看哦 妈妈妈 这就是我们的新房子吗 当然啦 对了 房子里面还有家具吗 嗯 我们可以叫小草莓大运工来帮忙 草莓大运工 草莓大运工 快来帮我们搬房子呀 什么事情又叫我来 帮我们把家具搬到新房子里好吗 我先去把你们的家具拿上来 这么多家具 你们让我从那咯 开始摆 二楼二楼 我的房间 好吧 房间里面已经有床了 那咱们来把森森的钢琴搬进去吧 森森的钢琴是一架白色的钢琴 把它放到床的旁边 这个地方我们摆什么呢 有了 就摆森贝尔的学习桌吧 可是学习桌这样未免太空了 我们把学习桌上的东西桶都摆好吧 我们把这个书桌摆在钢琴旁边 就这么摆吧 可是弹钢琴和写作业是不是都需要椅子呀 这里有两个小椅子 这个呢 是钢琴凳 这个呢 学习用的椅子 我们把这个椅子放到这里 推进去 把这个钢琴凳也摆在钢琴这里 上学不背书包怎么能行呢 这个书包也是可以打开的 放床上面 床没有被子 该怎么办呢 有一个花格子的被子 把它照在书包上头吧 下一个我们来装扮底层吧 就是这层空空的底层 我们把冰箱放在这里吧 梯子 梯子 梯子不该放吗 梯子放着 做饭的时候 哪能 没有炉灶 这就是他们的炉灶了 厨房也做得特别精致 你看 连下水管道都做出来了 我感觉阿姨和斯梅尔他们要经常修下水管道了 因为我看到了一条 细细的脸 不要告诉他们哦 不然他们就会找我修的 我最不喜欢热约水管道了 我们把它放在冰箱的旁边吧 这里还有个小柜子 大家知道这个小柜子上面是放什么的吗 是放电话的 把它放在这里吧 食食 把 叹叹 去东都 去菜 生生 又来捣乱了 给我去面壁丝锅 早知道就不给捣乱了 唉 这个生生淘气鬼 是全校最有名的淘气鬼 果然 名不 虚 虾 把这个 换到这个底下 如果要吃饭 怎么可能没有桌子呢 这里就有一块大桌子 有桌子怎么能没有椅子呢 有一把双人椅 还有两把单人椅 我们把双人椅先放进去 我们在电话的旁边 桌子也从门口送进去吧 太宽了 门口都进不了了 把桌子放在这里 两把单人椅 我们放在这边 我忘了两个东西 这个是森森的青土 把它放上去吧 这是森贝尔他平时学习 把桌子搞得老脏老脏了 需要弄个垫子 给它垫子 森森继续面壁思过 刚才你打电话的事情 我还没给你骂口罩呢 把锅放到炉灶上 好了 他们的家终于被我盘滑了 我要休息了 小草莓 真是太谢谢你帮我们搬家了 不用客气 这是我的举手之劳 那我还要接下一个任务 那我们再见吧 好的 小草莓再见 好了 今天森贝尔的玩具就玩到这里了 如果想看我玩更多好玩的游戏 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可乐姐姐玩玩具 老板 是谁 看我看她啊 好烫 还没啊 谢谢大家